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大家期待已久的话题 奢侈品包包 为了这期视频呢 我大概回忆总结了一下 我差不多是从大三 就是20岁左右开始拥有奢侈品包包的 那个时候因为还在上大学嘛 所以主要来源是偶尔一两个 来自长辈的礼物 真正开始自己购买自己选择 是在大学毕业去法国之后 到现在差不多也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十年间呢 我差不多经历了三个购买大包包的阶段 一是入门期 二是沉迷期 三是冷静期 每一个阶段差不多四年左右的时间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各个阶段比较喜欢买的包包品牌 风格以及当时的消费心态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是第一阶段入门期 这时候差不多是20到24岁 大学的后半段以及研究生时期 这时候买包的资金来源基本是靠长辈礼物 以及实习收入 由于刚入门嘛 并且还是学生 所以这个时候是属于欲望很多 但是钱包羞涩的阶段 如果有同属于这个阶段的朋友呢 我的建议是可以选一些品牌经典款的mini size包包 因为mini size包包呢相对都比较便宜 颜色呢可以选择黑白灰深蓝这种比较百搭的颜色 如果要兼顾实用性的话 大家可以尽量去选择皮质比较软的款式 这样呢相对会能装一些 硬皮的mini size包包又真的是什么都装不下 我当时呢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那几年正好特别流行mini size的包包 所以各种品牌都在出 我有很多很多选择 在第一阶段买的所有包包里呢 有四个我是特别喜欢 一直到现在的话经常会用的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呢是我在法国后买的第一只mini包包 是来自Belonciaga的City Bag 已经我用到惨不忍睹了 黑金经典配色特别百搭好杯 我觉得这款就特别适合20岁出头的女生 因为它斜跨起来非常有活力 并且呢它是那种羊体的 所以很软也相对能装在mini bag里 自重也比较轻 我觉得很适合做大排包包的入门款 第二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Old Céline Tio 我当时胆大包天买的白色 所以你看后面都已经蹭衣服蹭的有点脏了 这款呢就很适合夏天 就很适合搭连衣裙和牛仔色系的衣服 而且因为它有三层嘛 所以它相当能装 算是最能装的mini包之一了 平时实用性也很强 也可以把这个一层 因为它是扣子连接的 拆下来作为一个单独的手包使用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 喜欢极简风格的女生 第三个呢是曾经风靡一时的 来自Clovey的小猪包Jew Bag 我也买的是mini号 这个还是非常经典的 是那种很典型的Clovey的优雅少女风 然后它肩带这里是一种随意缠绕的感觉 也很有那种法式的慵懒感 我觉得这款就很适合 比较有少女感的女生 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支呢 来自Fandy 名叫By the way 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包型之一 我自己这支呢 是一个蓝色的mini size 它非常的能装 然后藏蓝色也比较的百搭 并且呢 它算是皮质软的包包里 比较有型的 然后这一支 虽然现在没有那么流行了 但我有时候穿蓝色系的衣服 还是经常会用到它 就不会出错的一款 第二阶段呢 是陈米奇 是我最疯狂购买大排包 购买频率最高的时期 年龄跨度是24到28岁 这个时候呢 我正式开始工作了 拥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收入 尤其是刚开始工作的头两年 我爸妈要会给我一些房租上的资助 所以基本等于我的工资 是可以完全由我自己享用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整个人在购物心态上稍微有点飘的 每天都沉浸在 哇 我终于可以自己赚钱了的喜悦状 加上巴黎 本来是一个逛街非常好逛的城市 所以它诱惑非常非常大 那段时间我花钱是稍微有点大手大脚的 如果有处在这个阶段的朋友呢 我的建议是可以购买一些 限量款 或者是配色比较独特的款式 美观的同时呢 又有兼具一定的收藏价值 虽然这个时期 我购入量是非常大的 但真正经久不衰 一直到今天 我依旧非常爱用非常喜欢的呢 有以下五款推荐给大家 首先呢 是我最爱的包型至今为止 没有之一 来自Oceline的Classic BOX皮的 实用和美貌兼备 它非常的能装 而且呢 又不会太重 就是是我最常用的包包 上班和逛街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 越用越好看的类型 就是它即使磨损了 也会非常好看 有种复古的气息 因为我太喜欢了 所以我买完黑色之后 过了两年又去买了一个灰色 所以我一个黑金 有一个灰银 它没有logo这一点 我也很爱 就很有 很低调 很有质感 同时呢 也会比较好搭配 在这里我经不住要吐槽一下新Celine的改良版 logo那么大一个 我觉得完全杀死了这款包的精髓 就两个字 Classic and Timeless 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来自于Oceline 叫做Classic 是一个绝美的复古设计 Heidi接管Celine之后呢 就终止销售了这款包 所以现在变绝版了 格外珍贵 我这只颜色真的太美了 我真的超爱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包的颜色 它是一个渐变的砖红色 它底部比上面要稍微深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么多年没有见过第二只这样子颜色的包包 我看了这么久也没有看你 并且感觉永远也不会看你 下一只呢 是Shanel的Le Boy 我这只是个限量版 是我至今为止买过最贵的包 外形绝美 它是这种三种皮质拼接的 非常非常独特 也很有质感 然后整体的配色呢 是藏蓝色 加上这种做旧的金条 所以就很百搭也很好看 但这个包有一点我要 就感到很震惊啊 就是它里面居然不是皮的 它里面是护的 我当时拿到手机的时候 我真的震惊了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包里面居然不是皮的 要不是我本人在巴黎的 蒙田的Shanel的专卖店买到了它 我甚至知道你以为我自己买了假货了 接下来这款呢 是来自于Louis Vuitton的Bedit Malle 这款真是我每次背出去 必背表扬的包包 当年买它是为了婚礼的时候 买的18年春夏的样子 因为当时它的配色 跟我婚礼的那个装饰 基本是一样的 可我没想到后来居然初期的摆搭 就利用率超高 它是可以斜块 也可以单肩背 然后初期场合的时候呢 还可以就这样当一个手包来用 并且如果换一个肩带 就粗一点肩带也会变得就更休闲 我其实呢是不太喜欢 LV那种传统的monogram包包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机器量产的 质量也非常的一般 但这个Bedit Malle真的是超级惊艳 据说它全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所以你能看到 就从整个包的质感上非常的好 就看起来非常精致 非常精美 推荐给大家 本阶段最后一款呢 是来自于Balenciaga的City Bag中号 我买的是这个金属边这一款 然后它的皮质是Chef 就是比起刚才mini size那个羊皮 它是山羊皮 要更耐磨一些 这款包我要着重推荐给 刚进入职场的朋友 它是通勤第一把好手 是一款可以装下A4纸 以及电脑的包包 并且因为它自重是非常轻的 所以你即使装电脑也不会太沉 并且它的款式是那种很脾气 就是很拉气场 但是又不会过于高调 就特别适合刚进入职场的 职场新鲜上班族 最后一个阶段呢 是从2019年初开始的冷静期 也就是从28岁一直到现在 并且在可预见的范围呢 应该会持续下去 这个阶段 我对奢侈品包包的欲望 以及购买停率 都开始大幅的下降 2019年我买了两个 2020年买了一个 2021年到目前为止 只买了一个 并且也没有什么别的草单了 其实这个阶段 我的收入比起上一阶段 是有所增加的 但为什么购买频次反而降低了呢 这里呢我总结了好几个原因 有我自己消费观改变的原因 也有我对奢侈品这个行业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所以改变跑到换品类投资的原因 反正在这里我就不展开了 我准备下一期视频 跟大家做下来 好好地深入地聊一聊 为什么我不再买奢侈品包包了 总而言之呢就是 虽然我这两年买包的数量减少了 但买的每一个都是精华 又有质感又百搭 都是我爱不释手愿意每天用的款式 第一个是我2019年初买的 来自Maiso Margiela的Glam Slam枕头包 颜色太美了 设计太时髦了 简直太百搭了 我对它的喜爱 不用用言语来表述 直接上涂 第二个呢也是在19年春天的时候买的 来自Bottega的The Pouch 云朵包 当时Daniel Lee带的这款包 一出来就震惊四座 一众被New Celine伤了心的 Normcore追随者 比如我本人 就仿佛找到了新的希望 这个包刚刚出来的时候 真的超级火爆 超级难买 所以当时我撞上了一个 就瞬间拿下了 一直到现在呢 我还是很喜欢 就是质感非常好 不质非常软 我也很常用 也非常的百搭 下一个呢是2020年 我唯一买的一只大牌包 也是来自Bottega的The Chain Pouch 19年我买的The Pouch 云朵包呢 就是虽然很美 但因为没有肩带嘛 只能手拿 其实不太方便 就没有那么的实用 所以当时The Chain Pouch一出来 我是从绣长途就开始被种草 那它一上市 我也是一秒就拿下了 我当时选的是 它第一批的那几个颜色里的一个 官方叫做Moudart 就是芥末色 其实实际是比较偏卡其色 就是很高级的一个颜色 也很实用 然后呢 它上面这个大的金的链子 也显得很有态度 我非常喜欢 是我最近一年多 最常用的包包之一 最后一个呢 是我今年刚刚买的Prada Clio 这个我在上一个视频已经讲过了 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大家应该会在我今年春夏 各种疯狂看到它的出现 就是非常复古 又有女人为优雅的夜下包 以上呢 就是我的三个说视频 买包阶段以及包包分享 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处在哪个阶段啊 可以在弹幕里告诉我们 一起来分享一下 回头想想 其实现在好多我在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买的包 已经不怎么喜欢 也不太常用了 但是如果没有第二阶段的疯狂积累 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第三阶段 这个比较更加冷静的我自己 这里的积累呢 带来的有消费观伤的转变 同时也有审美上的进阶 我究竟是如何进入这个第三阶段的呢 为什么我的收入增加了 却不爱买奢侈品包包了 我会在下一期视频里为大家详细阐出 请大家stay tuned 那这一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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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